你好 歡迎收看核恩斗內幕 我是主持人王乃瑜 這是個年輕型態的直播政論節目 歡迎您的加入 邀請我們的觀眾朋友 掃瞄一下我們畫面上面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YT聊天室 直播連結點個讚 多多留言 我們會隨時收看 並且跟我們的來賓在上面 跟大家多做互動 好 我們說到昨天是國慶日 應該是國民黨加分的時刻吧 中華民國派 但是國民黨以前總統馬英九為首 一起拒絕參加府前的國慶大典之外 由台中盧秀燕一起籌辦的國慶晚會 怎麼金爆很拉慘 藍白角角力進入白熱化了嗎 柯文哲拋出先辯論再民調 但是國民黨連民調都不敢接招 會願意辯論嗎 而且辯論好像也不是侯友宜的強項 另外韓國瑜在其中又是什麼樣的角色 柯文哲先是見了韓國瑜之後 是要來跟國民黨叫板嗎 畢竟過去侯友宜不幫韓國瑜選舉 惹怒很多韓粉 如今柯又跟韓站得很近 侯友宜會不會有點緊張 好 另外說到今天是新竹市場高雄安的大日子了 因為今天針對助理費涉探案出庭 認不認罪 還有他的辯詞成為外界關注焦點 傳出高雄安現在的戰略就是能拖就拖 要爭取他在新竹人事佈局的時間 我們一電視團隊今天也派出我們的精銳記者 還有律師前進北院來旁聽開庭 隨時轉播實況轉播最新情況 請大家一定要鎖定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民進黨立委參選人吳珍 賴玉豪 大家好 國民黨立法委員陳以馨 賴玉豪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人情網紅鬼菜阿水 賴玉豪 大家好 民眾黨發言人寶貞 賴玉豪 大家好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許鴻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稍後資深軍事記者吳明傑 還有時事評論員李正浩 都會加入我們的節目討論現場 好 不過我們說到呢 這個國慶日很多人都說 應該是國民黨很加分的時候 結果昨天的流量密碼是什麼 是草泥碼啦 怎麼會這樣子 想要問一下這個阿水 昨天呢 這個侯友宜嘛 他們全部都說 沒有要去參加府前的這個國慶大典 通通都跑到新北那邊去了 結果時候突然殺出了一隻 非常可愛的草泥碼 結果呢 包括馬英九 朱立倫 侯友宜 一直給他嚕 一直摸那隻草泥碼 結果那隻草泥碼 就變流量密碼了 想問一下 搞到最後這個怎麼會變成 就變成草泥碼 當成是主角了 尤其今天很多梗圖在笑 其實我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當時的情況 其實當時是聽說 有位無黨級的這個參選人 身份還是歌手 他帶了一隻草泥碼過去 那當然因為羊駝 平常大家比較少看見 所以各方的政治人物會有興趣 我覺得很正常 可是今天大家所看到的梗圖是什麼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大家想像中的 所謂的藍白河 為什麼呢 其實是因為大家要知道 這次國慶 國民黨竟然沒有去參加 他把他的重心放在哪裡 其實他把放在其他的事情之後 大家一般觀眾 總是覺得奇怪 為什麼你國家大事不在意 你反而去在意這些草泥碼 去談 那當然就有人說 因為現在 你看不管是賴清德還是蔡英文 他們也不講台獨了 他們講中華民國在臺灣 當過去這一些 他們國民黨能夠拿來攻擊別人的點 已經不再有效的時候 他們會發現啊 完了 我已經找不到地方可以講 或者是我們接下來的合作 到底目標有沒有機會達成 其實這都是大家所關心的 那其實你要想哦 現在離選舉倒數剩下幾天 94天而已 大家應該這個時候在關注的應該是 接下來的議題到底應該怎麼走 或者是現在藍白之間的核 他們的競爭關係裡面 到底有哪些東西還沒有處理好 應該要處理 就為什麼大家都關注這些 其實說穿了 就是他們在這一次的選舉上面 一直沒有辦法具體的提出相關的 包含政策上面 比如說人事佈局上面 比如說他們如何讓國家能夠更繼續的往前 結果最後卻讓這些對我而言 其實這都只是花邊新聞 這都只是一般 就大家覺得看看熱鬧 看看有趣就好 可是當這些新聞已經占據了 所有人關注焦點的時候 其實它代表的是什麼 就代表說大家已經對這些政治人物 已經感到膩了 已經感到沒有任何的興趣的時候 乾脆算了 你們看看草泥馬 你們看看草泥馬 我們心裡面也是滿滿的草泥馬 滿滿的羊頭啊 OK好 那我們稍後呢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稍後要來聊到的是藍白河 現在韓國瑜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稍後來來看 這張張 說韓國瑜看起來很痛苦 突然被推到第一排拍照 韓國瑜看起來很痛苦 韓國瑜還是很厲害 他的號召力還是很強欸 我們剛剛在那邊 大家都在輪流跟他自拍啊 他現在人氣還是很驚人欸 龔衛文 怎麼啦 喔 徐先晴 好 好 好 怎麼啦 龔衛文 對 短就好了不要藏 因為沒東西 認罪了嗎 好 欸我們等一下是還會直播那個 那個 依辱 那個他們 他們的那個 好 各位我們關心的洪安進去囉 進去哪裡啊 我們要連線了嗎 欸我們今天派出了兩組記者加兩個律師 去哪裡 進去聽 北姐啊 就一個在裡面聽 對然後隨時回報告喊講什麼 你看 寶貞你辛苦啊 寶貞你看我們隆重對待 寶貞很辛苦啊 寶貞很辛苦啊 寶貞想說後來怎麼見又是他 寶貞想說怎麼又來了 怎麼又來了 好不容易 一切走我們爭鬥師吧 好不容易馬文君救了一下 對啊 想說馬文君都有講了一下 可以講了一首講 講了再講嗎 我又來 我必須要謝謝剛剛一位網友抖內 他叫做吸爆氣流展 他說希望主持人薪水要漲 哦 這個是具體的建議 對我覺得 對對對 我覺得大家這樣建議就對了 哈哈哈哈 大家抖起來 大家抖起來 大家也可以多抖內一雙指名 要給主持人 對啊 對啊 這樣是有用的嗎 我就截圖起來跟長官拿 對 這有指名的 這有指名的 可以可以可以 指定捐證 網友真的好壞喔 我們網友最喜歡留一個言 就叫土城早安 對啊 他們每天都在土城早安 你看上次我還直播 我們不管聊馬文君還是在土城早安 刷起來 為什麼土城早安 就是要希望他趕快進土城 因為高鴻安 哦 高鴻安的slogan叫新竹早安 然後網友就說現在是土城早安 土城早安 因為我是新竹人 我們就看他那個 他那個選舉 就要把他壓起來的意思 對對對 對 希望他趕快進去 我想說這什麼梗 而且我們那天要再聊馬文君 哦我們講的這樣子 口沫橫飛 然後就回頭看到聊天室 還在土城早 還在一排 對他們都無視我 然後一直在土城早 土城早安刷起來 土城七年有 你看他們超壞的 那像現在在廣告的時候 會會 網路會播出去 但是電視上是廣告 電視不會 電視就是廣告 網路上會播出去 對在電視上是 是聲音跟畫面都會播出去 對都會出去 都會出去 太多秘密不能講 好 紅安進去了 不是 我說紅安進去 是他進去裡面開庭 我不是說他進去監獄 你們真的 網友就是很喜歡這樣 大家都選害你 造謠 對他們一直害我 土城早安刷起來 你這樣自己 你一講完笑你就好 對一排狂刷 寶寶他們說你間氣色很 好我們要持續關心的是呢 這藍白盒進度到底到哪邊呢 我們先說這幾天最紅的一張照片 就是這一張了吧 就是韓國瑜見了柯文哲來 我這邊有放大版的 讓大家再回顧一下 這張照片到現在已經將近快要十一萬人按讚了 現在我們縱觀所有政治人物發文 有像這樣的按讚量嗎 到底為什麼網友對這張照片這麼的有興趣呢 那當然很多人就說 今天這個韓國瑜也去參加了戰鬥欄的活動 也去見到了侯友宜 但是大家說 可是韓國瑜先見的是柯文哲 而且人家都說柯文哲 現在就是硬要打侯友宜的弱點嗎 因為包括先前大家回顧之前 這個侯友宜在選 韓國瑜在選舉的時候 這個侯友宜都沒有幫他 很多韓粉都是不諒解的 結果現在韓國瑜還先去見柯文哲 哇 所以這個當時侯友宜第一時間就是說 沒有啦 他跟韓市長也是常常保持聯絡的 大家不要擔心這樣 那這個朱立倫也拋出說 他要邀韓國瑜擔任副主席 那韓國瑜跟朱立倫呢 昨天下午是兩個人有會面了 對於要不要接著副主席呢 韓國瑜也是蠻冷的 他就說還在演繹啦 不在乎職位 那這個朱立倫也強調說 我們見面都是在聊服選啊 藍白河啊 沒有針對副主席這件事情來做討論 是韓國瑜給國民黨一個軟釘子嗎 那另外呢 現在柯文哲呢 他們又拋出說 如果要二對二之前呢 我們要先辯論 大家先來辯論 然後呢再來比民調 好很多人就說 哇你這個就是給侯友宜難看嘛 侯友宜比民調也沒有要跟你們比 那你們現在還要辯論 辯論是侯友宜的強項嗎 哇保證你們民眾黨很壞喔 你們一下要民調一下要辯論 你們是故意的嗎 也沒有啊 應該這樣講 本來民調就是我們希望 要來直接確認說 到底怎麼樣會是一個最強的組合嗎 因為我們覺得如果真的要再也來合作的話 我們還是希望要有一個數據的一個科學的驗證的一個立基點 這樣你比較好去跟彼此的支持者去做一個說服 然後甚至是讓大家可以彼此信服這個結果 所以那當然我們會覺得說如果能辯論的話當然是更好 但我們也不是說就一定要辯論加民調 我覺得這個就是接下來後續我們的大頭 可能看怎麼樣去做這個聊一聊 看到底要怎麼做決定 因為我們會希望辯論的一個原因是 我們讓候選人就直接擺在民眾的面前嗎 大家各自的一個國政論述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那當然到底有沒有凝聚共識的部分 我覺得還是要直接講出來 然後讓民眾去了解說這個候選人是不是他心疑的那個對象 也就是說到底是不是真的符合我心裡所想的那個領導人的樣子 所以當然我覺得最好的話 當然就是可以辯論然後加民調 那當然現在的話 我們也是希望說看時間可不可以儘快來做一個確認 也就是說因為我看這個侯友宜市長 他其實也有講到就是希望幕僚的作業趕快來進行嘛 那我們當然也會覺得好如果要的話 其實我們這邊也可以當一個主動約的一個一方 比方說可能在這個禮拜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來確定什麼時間點可以來公開的見面 然後甚至後續上要怎麼聊 那我們希望可以在十月底之前看是不是就可以確認 到底有沒有要藍白合作這件事情 那現在後來有一些聲音就傳出來說 十月底怎麼會太冷 這樣就覺得會不會有點太趕 那我要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後續上如果十月底之前還沒有趕快做決定的話 這會影響到兩邊陣營後續要推這個副總統人選 又或是在不分區立委的一個名單上面的一個人選的安排 其實多少都會有一些聯動性跟影響 所以我們當然會希望說看是不是能夠儘快的來幕僚作業完 然後包含我們的一些相關的大頭 如果候選人們彼此可以見面的話 那當然是最好 那當然我想要再回應一下 因為剛剛其實有講到這個國慶的一個部分 那我會發現說其實馬英九前總統 他在國民黨的一個號召力其實還是蠻強的 我原本以為他說他不去 只有他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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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國民黨都不去 我其實還蠻驚訝 我覺得現在有一個狀況 就是國民黨到底誰在選 對不起 因為我有時候看到後來很嗆 有點不去 有點不去 我的意思是說因為像今天早上就是戰鬥欄 他們也開了一個記者會 然後發布了一個好像什麼共同證監 發布了八個證監 然後是趙少康先生在發布證監這樣子 那當然現場是韓國瑜跟侯友宜 他們都有在現場 他們是受邀到現場 然後聽趙少康講證監這樣 所以我們有時候看就會覺得 國民黨現在是看起來有點怪怪 現在到底是馬英九在選 還是那個趙少康在選 而且不是是侯友宜在選 你看馬英九前總統 然後朱立倫黨主席 然後趙少康先生 還有韓國瑜前市長 就是他們彼此的一個角色看起來都蠻吃重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影響到侯友宜市長 他自己本身的一個領導這個黨 要去衝這個總統候選人這件事情 他會是有一些相關的一個影響性 那我最後補充一個 因為昨天這個國慶的時候 其實宋楚瑜主席 他也有去發表了一些談話 然後他這邊就有直接很明顯的講 他就說 他說其實國民黨從2000年的時候 就開始做假民調 然後把宋楚瑜給A掉 他其實講得很直白 這宋楚瑜的一個講法 當然他還有提到一件事情 他說對啊 很多人都說在2004年 然後2008年的時候 其實當時宋楚瑜 他就是把親民黨帶去交給國民黨 然後希望可以來合作完成政黨輪替 但是他直接講了一句話 非常的明白 他說可惜帶過去的人現在都不見了 那他說這個做假民調會把你們A掉 那你們還要比 但是要比的是你們呢 那因為其實這就是我們現在目前對我們自己的一個支持度 其實相對還有一些信心存在的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說 就是透過民調的一個立即 先不論到時候會不會有什麼灌票不灌票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後續一些技術性的一個這個方式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有一個所謂的數據 然後可以去做一個支持這樣 但我其實看了宋楚瑜主席他的一個這個說法 其實民眾黨真的會非常引以為戒 怕怕 但我覺得這後續上還是看就是 當然親民黨是親民黨 民眾黨是民眾黨 但是怎麼樣去跟國民黨 可以再去做一個更多的交流跟對談 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 好這相關的議題 稍後我們要請這個洪廷議員 來幫我們補充一下 可我們要先插播最近消息 很多網友看到寶貞很壞 一直就想到了他們被停權的那位市長 叫做高洪安 高洪安今天是個大日子 他今天因為這個助理涉探案呢 現在人已經進去了準備要來開庭 那我們現場的記者也準備好了 來問一下現場的狀況如何 時間要移入 移入請說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持續帶你來關心 新竹市長高洪安今天下午兩點半 在北院這邊首度開庭 來準備這個準備程序庭 那稍早大概在五分鐘前呢 他已經抵達北院了 而且是跟著他的市府發言人 徐千勤以及一名律師 一同走上這個法庭 那可以看到呢 其實高洪安穿了一身黑色西裝 手上呢 還抱著一個A4大小的紙箱 和他的發言人手上也有一個紙箱 那裡面是什麼呢 是不是一些關鍵證據呢 這個 剛才我們有問了這個高洪安追問他 不過呢 他面對媒體的問話 是一律都不回答 而且神情是相當的嚴肅 那裡面到底裝的是什麼呢 會不會是關鍵證據呢 都還有在法庭上他的法律工房 那麼其實呢 高洪安這次呢 在法庭上會怎麼樣的表現呢 可以知道說 他是無罪 會來做這個無罪答辯的 因為從頭到尾 他都是否認犯罪的 那麼呢 稍後呢這個 準備程序庭召開之後 法庭上會是怎麼樣的法律工房呢 都還有待這個 我們持續關注 以上是現場掌握到最新情形 把宣傳給旁邊 好我們要告訴大家 是現在高洪安已經進去 準備要來開庭了 那包括我們的記者 現在呢 我們也有領取這個旁聽證 我們會在裡面 一起來聽高洪安 今天他的這個答辯 會是什麼呢 會不會是繼續不認罪到底呢 稍後隨時實況轉播 不過還是要先問一下 我們的洪庭議員啦 好你看到喔 現在啊大家就說 哇這柯文哲很壞喔 一直要戳你們侯友宜的弱點 包括啦 先前的韓粉不諒解 結果他先跑去見這個韓國瑜 哇現在十幾萬十一萬人按讚了喔 再來還說要比民調啦 要比辯論啦 可是就你認識的侯友宜 如果辯論的話 對他來說是有利的嗎 是不是現在都挑你們不利的在打 我覺得民用黨 你要先想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到底是要來合作 還是要來爭勝負 這個合作的前提 有沒有要爭一個勝負 或者是我們怎麼來討論說 一加一能夠大於二 我覺得那個才是重點 所以像我自己 我對柯文哲市長所提到的 比如說內閣制 這一點我就完全讚同 而且我完全百分之百的支持 那針對他其他的幾個部分 哪些部分可以做 哪些部分不能做 以及我們合在一起 未來要做些什麼 我覺得用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價值跟概念上面的 這樣的一個討論 對於合作是正面的 但如果你談到就是說 一定要去比一個勝負 要去比一個這個部分 坦白講我認為說老實話 民調是最簡單的方法 但是我跟你保證 民調是最具爭議的方法 比如說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我們在做民調的時候 如果雙方動員自己的支持者 留在家裡等電話 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一定會 因為我們在每一個 立法委員的選舉裡面 在初選的過程當中 都有遇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到最後 好像很多人等電話 然後最後贏了 那我問你輸的一方會怎麼樣 輸的一方會覺得說 你作弊 你怎麼可以叫人家等電話 民調不就是要呈現最正實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 這場民調 如果我們把它上 剛到真的會有一場所謂 類初選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出來的時候 你的可被介入性 實在是強到一個不行 所以我們現在去談 這些都是知為末節的技術問題 我認為合作 我最早提出來的概念很簡單 就藍白的合作 先談價值 然後先談共識 然後再談方式 所以我們先把共識確定了 我們再來談方式 比如說共識是什麼 像我自己個人 我剛剛講了 我很支持內閣制的 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我們可以往哪個方去走 那你說方式到底要怎麼做 大家可以去做討論 或者是比如說像我 我稍微補充一下 剛才國慶的這個部分 比如說你看像我如果是柯市長 我一定會出來講話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國慶的籌備委員會 的主委是誰 是立法院院長 那他的執行長是誰 秘書長是政務司長 然後他的執行長是民政司司長 然後國慶籌備委員會 是立法院設的 結果這個小組裡面有六個小組 他有晚會組 還有煙火組 那請問一下 剛剛出那麼多問題 你覺得晚會組要負責任 煙火組要負責任 環境佈置組要負責任 秘書組要負責任 然後整個秩序組要負責任 這些都是組織架構 那請問台中市政府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那在這裡面的過程當中 這裡面每一個人都要出來解釋 他所做的這個部分 那柯市長當然就可以質疑啊 你說你看立法院如果未來要走向內閣制 立法委員 包括立法院的這些相關的這些幕僚 未來都有可能是承擔重責大任的人 結果你們在這一次的國慶晚會上 出了這麼大一個包 現在每一個人 你現在看到 現在不管是我們派出來的每一個人 或者每一個政論節目上 每個人都在談什麼 每個人幾乎都在談方式 沒有人在談共識 如果大家都執著在方式裡面 基本上我現在就可以斷定 藍白是絕對不會合同 所以先談共識 再談方式是比較重要的方式 不過大家現在就在說 這柯文哲 現在跟侯友宜之間關係 到底怎麼樣呢 因為柯文哲說 他出國回來手機不見嗎 結果這個韓國瑜就聯絡得到 這個侯友宜要打就沒有接 這個態度會不會其實表明的 也非常明顯了 還有韓國瑜是真心的在挺侯友宜嗎 讓大家來看一張照片 這個是今天早上這個戰鬥欄的記者會 韓國瑜就站在中間 大家看一下這個韓市長的臉 非常的莊嚴 當時這個網友就笑說 這個叫做當你被邀請去一個 你不想去的聚會 但你又不得不去的時候 你看就被大家笑說 韓市長是被逼的嗎 包括我今天有完整的 看這個記者會 他們原本坐在台下 最後說一起上台喊話動算一下 結果一站起來的時候 侯友宜馬上把韓國瑜的手 就直接牽起來 馬上把他牽起來了 我想說就上個台而已 有需要這樣子牽嗎 感覺侯友宜現在 要拉攏韓國瑜的意味非常的濃厚 但是現在要來跟韓國瑜來拉近距離 來拉攏韓粉 現在還有效嗎 稍後我們要請委員來幫我們補充一下先進廣告 我們等一下馬文君會等到李征浩來的時候才講 馬文君應該是E5的題 對我們現在要先講藍白 等一下藍白喝 應該我也可以講一下 對好 可是洪廷哥你看你剛剛在講的時候 網友就是會一直說 你們就是不敢民調不敢民調 這種聲音你們也要解決對不對 沒有我覺得是見面了以後 如果你們要談民調的區間 私底下談不要讓外界知道 而且民調要怎麼比 誰來做民調 我們私底下談 其實有很多管道都在談 但是看要不要而已 就是這整個方向到最後共識到底什麼時候 可是怎麼感覺柯文哲現在很抗拒 因為你現在要做的事情 有可能會影變成每一個知情的人 都想要證明自己很重要的時候 他就講說 我跟你講其實15號到10號就是民調 然後這個時候大家會幹嘛 每個人都留在家裡就說天啊 我後遺不能輸啊 我柯文哲不能輸啊 我每個人都來 對不對然後大家就要看民進黨 民進黨要做什麼 民進黨要做什麼 民進黨就想說 那我呼籲我的支持者來支持誰 那我問你這場勝負下來誰會認 如果是這樣子的勝負誰會認 就會變成像你們的初選一樣 所以不能被操作是最重要的事情 一加一要先大於二啊 如果一加一沒辦法大於二就不用談 所以我想先談共識嘛 共識就是到底要不要合 要合我們一定有方法 對不對 如果是然後呢再來談怎麼合呢 那談到不行的時候不然就破局 對啊 那可以的話大家就是要好好來做 了解了 等一下播一下那個 因為我跟你講你們一定要提醒我 有什麼掰 因為我真的都會忘記 有韓國瑜的掰嘛對不對 還有誰的掰 有韓國瑜的掰 宋楚瑜的掰 柯文哲的掰 對不對 等一下先播 不過 不過我愛得很重好了 私心 不過這籌備處是真的可以廢了 對啊 我第一次看到有晚會處跟煙火處 這種東西 然後就煙火還放著 而且這裡面 我剛剛應該拿這個是給大家看的 晚會處的執掌 確定國慶晚會活動地點跟整體方向 公告跟管制區域 所以方向也是晚會處 通通落差啦 對啊 這件事情真的是 對不對 所以這 跟他們有事啊 韓國瑜 柯文哲 韓國瑜柯文哲 宋楚瑜 還有什麼 侯友宜跟柯文哲是一起的 那個酸的那個過了 不要了 侯都不要了 而且侯友宜講話很無聊 不要這樣 還好已經切掉了 不要這樣 好現在外界在說呢 這個柯文哲跟所謂的這個侯友宜 兩個人現在是在搶侯 搶韓國瑜嗎 都希望爭取他的支持嗎 尤其今天在這個現場 這戰鬥欄的現場 大家又說韓國瑜這個臉怎麼感覺 不情不怨的 相比他跟柯文哲見面的時候 怎麼感覺還比較開心呢 當然啦 大家很多人就說 這是在見縫插針嗎 大家當然就會有這樣的說法 結果出現了這個 柯文哲跟韓國瑜見面之後 網路上面就有個調查 說你們覺得韓國瑜在二零二四 最好的位置是什麼 哇 百分之六十五的認為 當柯文哲的副手 那這樣 很多人都覺得說 就是一定要幫柯文哲 讓柯文哲這個當上總統 想問一下以信委員 大家就說韓國瑜最好的位置 叫做柯韓佩 韓國瑜是你們很重要資產吧 哇現在 他跟柯文哲感覺很好喔 你們會不會有點焦慮 首先我要說今天早上 在戰鬥欄的活動當中 其實我也有在現場 那我不曉得 他是不是隨時都是那個表情 但是至少他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他的表情其實是蠻好的 笑得蠻開心的 那在整場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看到有許多的 立委的參選人 也都紛紛的在跟他合影 他旁邊的那個位置 是不斷的在被換人 那我坐在那邊沒有兩分鐘 馬上就說借我坐一下 然後趕快換過來 然後旁邊人坐過去跟他合照 所以他整場都是笑咪咪的 在跟大家輪流照 我說的就是賴士堡的那個位置 那今天早上的互動 我也有看到他跟侯市長的互動 其實我覺得都非常的親切 然後互動得非常的好 那現在你說 這個柯文哲跟韓國瑜 是要什麼位置 我覺得現在談這個位置 有點對不起他們 我覺得以韓市長 前市長 然後他的過去的這個高度 現在並不是在跟他談 這個位置的時候 而且現在老實說 我很贊成剛才鴻廷所講的 應該是要講價值 講這個方向 只是現在藍白和可以說 是有一線曙光 所以說大家會希望 能夠在這樣的一個合作上面 貢獻力量 那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韓國瑜 不管是趙趙康 大家其實都希望 能夠在這上面推動 但是我覺得剛剛也講得很好 就是說 今天要和的目的 不是要分一個勝負 今天要和應該是找出 大家能夠共同的 來追求的一個方向 因為畢竟現在可以說 最大的一個民意上面 是希望能夠政黨輪替 那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彼此要怎麼樣合作 那現在為什麼 這個柯文哲民眾黨這邊 現在比較急 是因為我覺得他的 過去的優勢其實是空優 就是空戰上面的優勢 不管是民調 不管是聲量 或者說是年輕人的支持 但選戰到了現在 10月多 他大規模陸戰要開始了 就像我上個禮拜 在台南辦紀元總部的成立 其實人數超過預期 那現在全國73個選區 22個縣市 將近100場的這個 可以說是這個造勢的活動 都要開始舉行 每一場數千人 甚至上萬人 那麼這樣的一個大規模陸戰 其實是民眾黨 他相對比較不容易進行的 也會是他 柯文哲的軟肋所在 他的劣勢所在 所以他會急著希望在這個 還沒有進行陸戰的時候 最好就分出勝負 光靠這個火箭彈 空襲 然後靠這個空優 能夠來定出勝負 來對他來說 應該是最好的一個時刻 因為這個時間 慢慢的再過去 所以他現在心底下 他們召集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國民黨的競選節奏 也還在進行 大規模的陸戰也正在展開 我們會一步一步的 來爭取更好的一個條件 然後我們來爭取 藍白的一個合作 不過現在大家看到的是 柯文哲怎麼感覺 對於這國民黨 是充滿著滿滿的不信任呢 包括這個侯友宜 要打電話給他 他都沒有接 結果他怎麼說的 一起來聽 我說要比民調 我看現在國民黨也抖起來了 他們的策略就是說 能拖就拖 他認為說只要拖到十一月 他們小雞抗母雞 他民調就會上來 只是說要談什麼 這個 有時候 有時候 爸不要為了打電話 打電話 你到底要講什麼 你是要問什麼 要講什麼 怎麼感覺很像是這個感情 很不好的情侶 說要打電話給你就 柯文哲竟然說 不要為了打電話 要打電話 你到底要不要講什麼 你要問什麼 怎麼感覺他很害怕 把侯友宜當什麼恐怖情人嗎 為什麼不接他的電話 想問一下 現在國民黨跟民眾黨 到底有沒有一個共識 國民黨說 二對二先來談 三個層面 六個方向 這個 我相信民眾貼得不傻傻 但是客問責就直接說 三場辯論 比民調 他們各自有方案 現在二對二的會談 已經有出現人馬了 國民黨派出的是 金補充加黃建廷 那民眾黨是黃珊珊江洲雨休 雙方要一起來談 但是能怎麼談呢 好現在 就柯文哲竭說 你們這樣七拖八拖的 要比民調 你們到底比不比嗎 國民黨現在說 我們先來談理念好了 可是選舉剩九十四天了 如果我是在野支持者 我就想說很焦慮 你怎麼看藍白河發展 是我想這個藍白河的發展 我是可以來評論一下 因為我應該算公正第三方 謝謝 既不是民眾黨 也不是國民黨 非常的公正 那這個大家在討論 柯文哲跟侯友宜關係好不好 我覺得也不用太複雜 就不需要太多抄議 我們就一般正常人的人情 事故就好了 如果今天寶寶打給乃魚 手機一打就通 怎麼樣 什麼事 我打了十通還不接 那誰跟誰的關係好 這不是很明顯嗎 這有需要解釋很多 然後有需要大家來分析嗎 那柯文哲不想接嘛 那所以我覺得回來看 現在藍白河的進程 基本上你可以看出來 大概有三 所謂的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呢 最積極的是 所謂的侯友宜 侯友宜本人最積極 包括說國民黨 朱立倫已降 大家不管是釋出各式各樣的訊息 所以趕快來談 來談政策 來談理念 來這個三階段六面向 然後甚至包括 我看國民黨的朋友 最近上節目很多人 可能也信誓旦旦斬 斬釘截鐵說 藍白一定會合 怎麼合而已 這是釋出一個很明確的訊號 那再來中間呢 降一層沒有那麼積極 大概就例如說 像是這個韓國瑜 這就是等於是 柯文哲跟侯友宜都想爭取 都跟他友好的這種 重量級的政治人物 重量級明星 那為什麼說韓國瑜 大概往下來降一層 因為至今為止 他的態度沒有非常明確 那當然都跟大家保持一個友好關係 這個柯文哲要去找他 也找 這個侯友宜 戰鬥欄找他來幫忙 他也來找對不對 他這個廣積人情嘛 這個廣積良 那這個對他來說 未來有個累積的作用 但是至今為止 韓國瑜沒有正式承諾 包括說是不是他來掛副主席 韓國瑜說先不用談到這個部分 那包括說 是不是要請他來具體 怎麼樣的浮選 甚至說要來當統哭這樣的角色 那韓國瑜不愧是非常會講話 他也把這個拖得更高 說人人都是捅哭 要捅 大家一起捅 這個責任不是他一個人 對不對 你看這種就很會講話 把責任往上一拋 這個責任大家分 所以就不是他自己一個人來扛 那這是韓國瑜在中間 那接下來的就是民眾黨 民眾黨你可以 我們從旁觀 公正第三方的角度 很明顯看出來民眾黨在抗拒 不要不要 不要弄我 對不對 因為你看除非 除非保真 現在他是民眾黨犯案人 但是他不代表民眾黨 除非有這種狀況發生 不然你看保真態度 就很明顯了 因為國民黨只要一談藍白河 但你說我們要先民調 要民調 要民調 藍白河很好 他在我們節目講好多次 就是要民調 不硬其 反正一直強要民調 那我想這個展示出民眾黨 一種態度嗎 包括為什麼柯文哲至今 不願意鬆口答應來碰面 因為很擔心被摸頭嗎 很擔心這件事情 被拿出來後續操作嗎 會不會會看到一半 這個新聞就流出來說 已經談成了 柯文哲答應 答應當人副手 已經談成了 這個具體方向什麼什麼 當然很擔心 後續被這樣操作嗎 所以民眾黨 在這個部分是很保留的 除了很保留呢 我再接下來進一步講 其實我覺得民眾黨 也蠻壞 因為這個呢 本來講民調 就已經有點這個欺負國民黨 戳人家痛處 對 因為柯文哲 現在民調就比侯友宜高 你看柯文哲 多傻脫 多帥氣 就來比民調啊 比啊 為什麼不比呢 我們就民調嘛 民調最科學 展現一個沒在怕的態度 那侯友宜就是 這個堆疊善意 怎麼樣怎麼樣 那大家覺得說為什麼不民調 那接下來 沒想到民眾黨這個 刺拳出完 馬上重拳又來一起勾拳這樣 說不只要民調 還要先辯論在民調 辯論三場 這個辯論對侯友宜來說 簡直就災難 可能現在都有夢魘了對不對 因為之前去這個 學生的演講場 大家問說 那你如果沒有選上 會不會回來新北市當市長 那侯友宜就說 新北市有山有海 大家整個都聽到物理看花了 所以後來我們疑信哥 趕快出動對不對 疑信哥第二場馬上救援 這個銜接上 後來侯友宜的負評就比較小 對所以現在 一聽一講到這個民調 可能侯友宜就很緊張 不是講到辯論 可能侯友宜就很緊張 所以你看柯文哲就講說要民調 那這其實基本上是一個溫和版的論述 什麼意思 你去認真看他的釋出的意思 要來辯論 其實如果是兇一點的 今天如果柯文哲 把這話講兇一點 就變黃國昌 公開辯論 敢不敢 我會說公開辯論 我們來救國家大政公開辯論 這就被黃國昌 那今天柯文哲 那最後一點我講回來 當然民調這件事情 像剛剛洪平哥有講說 他會被操作 他會受到影響 這都沒有錯 這是事實 但民調畢竟是現在一種 虎片大家接受方式 我想不論國民黨民眾 國民黨民進黨 在這個不管是立委 議員地方初選的時候 大家也是用民調來 評最後生死 有時候差一兩通電話 結果也是這樣 對不對 因為那你說這個 大家會發動組織 發動基層樁腳 顧電話 沒有錯 但是這也展現出你 到底能動員多少人嗎 因為會幫你在家 手電話的人 一定是你的核心支持者 這樣的人 他才有動力 未來上街幫你拉票 所以這也是實力的一環 就像國民黨 在臺北市中正萬華區 民調 那時候爭議很多 中小平 這個應小微 郭昭炎怎麼樣 那最後中小平民調贏了 還是提名他 所以畢竟這是現在一種 大家都相對能接受的方式 所以國民黨要說 民調沒有公正性 我覺得 我不是說民調沒有公正性 我也不是說不比民調 我的意思是說民調的日期 這些可能要一定 這可以秘密 不能被操作 這都小細節 細節的部分 絕對是細節 尤其現在民眾黨 一直說他比民調 可是宋伯伯都已經開示了 有沒有 昨天都已經開示了 告訴你們說 小心被A掉了 我們先進廣告 稍後來聽一下 宋伯伯怎麼開示民眾黨的 好 先進廣告 宋伯伯現在已經八十了對不對 我講到辯論我就覺得 他是不是已經八十啊 你們講辯論真的是超壞的 我覺得講到辯論 怎麼會是變 合作不需要辯論 對啊 合作需要的是貪 對 辯論絕對會有破口 絕對是你死我活 就很難磨合啊 這樣才有辦法找出最強組合 那最重要的是 其實對於民眾黨 我覺得無貞說得好 回我一下睡不著 如果要辯論 很難過耶 不要欺負齁 那就不是他的強項 我們網友抖內說支持吳貞 謝謝 吳貞最近很行 謝謝 以吳貞為首的 接壁集團 稍後他小羅羅要到了 李正浩的小羅羅 他在小羅羅李正浩 對 等一下我們 我的這個左右手 正浩兄就會來到現場 張義善說他也是耶 他說他是小羅羅的小羅羅 大家都要加入你們 我們這一串越去越長 對 欸 張義善還在那邊啊 應該不是沒有了 沒有沒有 我記得沒有 寶寶等一下回來 我們聽一下宋貝貝丟給你 你講完之後我丟一下 洪廷哥 因為洪廷哥會想吃 OK 那我們就要馬文君 馬文君現在講了一個禮拜了 對啊 上個禮拜都在馬文君 高雄啊 明天開始就高雄啊 明天回來高雄啊 保真不高興了 怎麼講馬文君 對不對 對 你們怎麼都聊馬文君 高雄才是要表現的機會 對啊 很想好好的展現 每次聊馬文君 就不Cue保真了 沒事就抓起來 沒事就放進去 講高雄就一直要Cue馬文君 對啊 這樣才好 你們講馬文君的還蠻好啦 王佑斗那一說 藍白比賽撥香蕉 什麼東西 蛤 那也是侯永宜嗎 這是什麼 猴子 猴子 那侯永宜就不一定會贏 國民黨一直要吃掉民眾黨 國民黨老到沒有牙齒 網友超壞 他說辯論不是侯永宜強項 那侯永宜強項是什麼 做事啊 喔 你幹嘛笑 做事 你的那個臉很尷尬喔 黃庭哥 做事啊 好好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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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有人說他的強項是收房租 我們朋友真的很壞 比房產收房租 怎麼可以這樣 跟學生收租金 哈哈 說到辯論我覺得韓國瑜 那一年的總統辯論真的是 太太太多 我至今都想起來我當時有多震撼 為什麼 太多什麼 金句什麼 我跟你聊大海 你跟我講漱口杯 放開 三粒你們是兩粒 放開來講 要做棋子還是塞子 好 針對於藍白河 柯文哲直接說就是比民調 結果現在呢 宋楚瑜宋主席現在開示的 勸你們不要喔 為什麼咧一起來聽 政黨的合作 不是在分張 不是只有在喬位置 大家都相信民調 其實兩千年就是國民黨開始做假民調 把宋楚瑜給A掉了 那另外呢 這個郭震亮 昨天我們有提到這個 前立委郭震亮也說 國民黨擔心民調綠營介入支持柯文哲 因為現在聽到的聲音 綠營就是不希望柯文哲出來選 通通灌給侯友宜 你看可能會有灌票的問題 可能又會做假民調 你們還要民調嗎 Are you sure 蠻妙的 因為如果真的像這個外界所猜測的 有可能灌票給侯友宜的話 那其實國民黨應該要更樂意做民調 對不對 就是我們已經四處三一去提出了 這樣子的一個具體方法 然後另外是 就像剛剛其實以信委員也有提到 因為國民黨的組織是真的強 的確在地方上組織強 那其實在地方上組織強的情況之下 也很容易可以在家裡顧電話 所以我覺得其實應該對他們來講 比民調不一定真的就是劣勢 所以那當然我覺得 就像剛剛宏廷議員所提到 有一些技術性的部分 的確可以在討論 比方說這個民調的日期 到底要不要來公布 如果真的怕被灌票 那是不是不公布 這個我覺得都可以在討論 細節都可以在討論 那另外是 其實我們去提出做民調 一方面也不是說我們在急 應該是說 因為前陣子 我們一直聽到很多很多的風聲 什麼就是什麼三階段整合 然後柯文哲 柯文哲不一定要選到底 可以做行政院長 就當時有傳出很多的這種 黨內高層 放話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會覺得好像一直在被吃豆腐 所以我們覺得那竟然 如果說真的 雙方有試圖想要來合作 甚至來整合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案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來做討論 只是說我們希望可以在十月底之前 來確認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十月底再不確認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們各自的什麼副總統人選 跟這個不分區的一個名單 我覺得都會影響到那個時辰的安排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盡量可以在十月底確認 那如果真的沒有要合的話 那我們就按照我們民眾黨 自己原有的步調走下去 OK 好 那我就要問一下這個洪廷哥了 因為你看現在就有民調出來說 確實百分之五十三點五的民眾支持非率整合 但是他們要的百分之五十點四的人要的是 柯政侯婦 他們希望的是柯要當政的 所以在民調上面 無論是三喀都四喀都還是喉柯或是柯喉 基本上現在而言都是柯文哲好像站上風 這是不是對國民黨來說 其實在談判當中 對你們來說是非常 不是一個非常有利的一個情形呢 我覺得我還是強調一點 就我真的不認為就是說 我們的合作是所謂的這個分章 或者說我們的合作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夾在一起會贏 然後我們兩個就要合作 因為這個坦白講 這個是你們的勝負 這跟人民的勝負無關 人民重視的是這個國家 未來要往哪些方向走 你們合在一起以後 你們會變成什麼樣子 你們合在一起以後 你們會把這國家帶到哪一個方向去 所以藍白河坦白講 藍白河現在不是需要 藍白河不是需要辯論 或者藍白河不是需要去計較 或爭勝負的時候 藍白河現在對我來講 我自己覺得藍白河現在蠻像 我昨天晚上看的影片 藍白河現在需要食神 牛肉丸殺尿蝦 生什麼啊 參在一起不就做成殺尿牛丸不就好了 所以這裡面的概念很簡單 兩個主角你們自己碰 你們真的不要再透過外界 不要再放話 現在的放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像剛剛保真所提到的 整個黨的組織 其實兩個政黨的組織 包括所謂的副總統 包括不分區的提名 全部都在等一個合作的契機 可是這個合作的契機很妙的事情 是你可以看到大家一直在談那個細節 而那個細節現在看起來越談互信基礎越薄弱 現在看起來簡單講 如果真的要談到所謂要辯論 合作還要辯論 對啊 那基本上根本就沒有合作的可能性了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概念裡面 你可以看到其實很奇怪的是 兩個政黨都知道民眾希望的是什麼 所以兩個政黨都把整個黨務系統停下來 所以我真的認為兩個主角 你們好好的見面 你們好好的聊一下 如果真的有共識 大家一起來走 如果沒有共識 那其實早點分開 那大家各自組織去做各自該做的事情 我覺得就很重要 所以在這裡面 不要再透過所謂的新聞媒體 一天到晚這邊隔空喊話 那邊隔空喊話 喊下去以後 我覺得絕對沒有辦法 談成最後最好的結果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們兩個見面深談 一次 如果談不出來 多坦白講 大家也不會怪你們 真的 那如果不斷的放話 我跟你講基層也受不了 民眾一天到晚 看到侯偉儀跟柯文哲 兩邊在那邊喊來喊去 喊來喊去 喊完以後就說 這沒辦法 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兩個主角 就兩個主角 也不要什麼兩個人對兩個人 有什麼好兩個人對兩個人的 就你們兩個主角 你們好好的自己 私底下約 我知道他們其實應該都有談過 但我認為就是說 真的好好的下來 去談這些部分 然後真的找出一個 誰贈誰負的方法 這個就像我們剛才所提到 我也贊成就是說 如果你要用民調也可以用民調 只是你民調的時間 不要公佈 因為你公佈的時候 會被外界所做操作 那怎麼樣做一個公平的機制 因為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 一加一要大於二 這一場 不管大家講說是初選也好 或合作模式也好 他必須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兩個人經過了這個模式之後 兩個人都會變得更強 而不是像國民黨過去一樣 你看國民黨過去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什麼 每一場的初選都是兩個人經過了這個模式以後 然後怎樣 然後一個人就會 一個人 一個人就掛掉了 然後另外一個就被人沒那麼強 那這樣合作有什麼意義 那如果這樣子談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概念在這裡 今天合作的契機是一加一大於二 而且要能夠說服民眾 你們兩個加在一起 你們的價值 跟你們要代表國家 帶領這個國家往哪一個方走 這兩件事情同時都要說服彼此 也要說服民眾 民眾不會只看說誰認誰附 民眾不會被誰認誰附說服的 民眾會被你們一起要做什麼說服 OK 好 那我們想要先問一下鄭浩哥 在進馬文君之前 想要先問一下藍白河的部分 我們今天在討論的是說 包括這個柯文哲 現在就大家覺得好壞喔 你就是一直戳喉友宜最痛的地方 包括去見韓國瑜 韓粉對他的不諒解 再來要比民調 現在民調又不利他 還要辯論 辯論不就喉友宜最弱的地方了嗎 誒 柯文哲現在是故意的唷 對 我先講我個人立場 我個人是不希望藍白河 盡量分裂 要鼓氣一點 這第一個我先把我的立場 先說清楚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其實藍白河這件事情 其實國民黨只需要回答三個問題 不用扯很多 只要回答三個 一個 能不能接受民調 二 輸了可不可以願意當副手或是退出 並且誠心幫助對方 第三件事 什麼時候民調 就這三個問題啊 其實不用講那麼複雜 一下說要談理念啊 一下說什麼二加二啊 一下說什麼什麼打電話什麼 其實柯文哲很清楚 就是對國民黨極限施壓嘛 柯文哲 我上禮拜也在這邊講 柯文哲一定會進一步 去說哈一堆事情嘛 事實上這個禮拜他就說哈 加比電論 對不對 柯文哲一定會臨辭國民黨嘛 因為國民黨一下就扯一百個理由 不要比民調嘛 對不對 那還是說比民調輸了當政的 也可以 我覺得不用這麼複雜嘛 你你你你必須理解 包含我認識非常多國民黨的朋友 以及他們在地方跑 行程遇到藍營支持者的真實心態 他們現在是覺得柯文哲 終於願意放下自我來比民調 而國民黨還在家大業大的 在那邊扯一大堆理由嘛 至於剛剛宏林議員有說這個擔心灌票 我怕說比民調有可能會國民黨灌 民進黨可能會灌票啊等等 我在這邊很負責任的說 因為我可以代表這個很大一部分 這個非藍支持者的心態 要灌票也灌票你侯友宜身上好不好 因為侯友宜最弱好不好 所以不用擔心 國民黨不用擔心 如果比民調我們全力動員支持侯友宜 好不好 我在臉書上推薦侯友宜 對不對 但這東西我坦白講 在深藍支持者的心目中 聽到都叫做藉口兩個字嘛 那保證剛剛講一件事 我認為他的政治判斷是很重很對的 這個政治判斷不見得是保證自己判斷 也可能是上面判斷 他說十月底之前一定要有結果 對不對 我覺得當然是十月底之前要有結果啊 我昨天有人問我叫我壓時間 我說十月二十沒有彈成藍白和 確定要比民調的話 那就不用和了嘛 來不及了 為什麼十月二十 今天十月十一號留給國民黨 會留給藍白的時間只有九天而已 為什麼 我有一個最簡單 十月二十假設雙方都有意願嘛 藍口琴沒有意決定比民調 什麼時候做民調 十月二十確定比民調 什麼時候做民調 再怎麼樣十一月初嘛 對不對 你十一月十一月初做完民調之後 結果出來了整合成一組 十一月十幾號差不多吧 那剩選舉剩幾天 剩兩個月 你剩兩個月 欸選舉不是說我登記兩個名字 我就選贏的欸 選舉有基本功要做欸 不分區名單也是 不分區名單也是 那我都覺得不是問題 但是就實務上來說 比如賴清德搞了大半年了 搞各地的後援會 搞海外的後援會 搞百公百業的後援會 搞募款 把資源散發下去組織 這些都要時間欸 你真的以為說我們十一月十五號 十一月十三號 藍白和整合出來假設 或者侯正科夫 柯正侯父 再去募款 再去成立百公百業 再去跑行程 來不及欸 選舉有一些基本功一定要做嘛 所以daylight當然是十一月底嘛 你十一月底再不做的話 你到十一月再去談整合 你根本不用去整合嘛 所以賴清德說這個 剛剛我們叫你的好康 四足候選人 目前看起來有可能都做那麼好康喔 對所以我覺得留給國民黨時間真的不多了啦 無論國民黨的朋友在鏡頭前 或在媒體前面講再多再多的理由 或是原因 可是在藍營支持的心目都就是 你們不願意當小弟嘛 對不對 你們本位主義嘛 那反應在民調 侯友宜最近往下掉 可不可以往上升 這很務實嘛 每一條電子報最新的做的民調 難怪差8%欸 所以這件事情有什麼好講的 我覺得當然在我立場 希望這個破功 但是我還是以一個這個前藍營的身份 給國民黨先好建議 希望放下這個保養主義 我們全力幫侯友一罐票 好不好 OK好 那我們說到國民黨現在 除了要面對藍白河這個難題之外 真的是連環車禍 之前的林北好友之外 現在馬文君的事情還沒有燒完欸 先前大家都說到了馬文君 聲線所謂的洩密案 到底是洩了什麼密呢 尤其大家就說了 在這個潛艦國造的機敏會議上面 超超斜斜打電話 現在相關的具體的東西都出來了嗎 先來看到包括是這個有這個 鏡周看到他們公布的說這個 馬文君先前曾經在領書上面說 我們都會配合簽署喔 結果現在軍方關鍵的文件 註記很打臉 好在這場會議上面呢 一共有三張表 第一張簽到表 好他有簽 再來是領取表 他也有簽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這張保密切結書表 欸他就是不簽 哇他不簽啊 這個海軍可能也拿他沒辦法啊 就告訴當天的主席王定宇 那現在怎麼辦 那王定宇就說 那你就請海軍人員註記一下 在上面 大家看到這個藍色字 上面寫馬文君委員拒簽 大家都說馬文君 你不是說這個合理合法的 你都簽嗎 那為什麼這張你就是不簽呢 到底是為什麼 好無論如何還是讓他進去了 結果進去之後呢 他一些動作讓大家覺得好奇怪 他做了什麼事情呢 與會的人士就說啊 這一場會議當中馬文君公然拿紙筆 超下資訊頻頻進出會場 好大家都知道 進出這場會議的時候 他們手機是被沒收的 可是他當時拿了這一支PHS手機 這一支呢 就是有一些立委 有的分機的這個手機啦 他當時就撥打了PHS手機 來轉述簡報內容 大家聽說 他是請這個助理訂便當嗎 不是喔 是聊什麼 他說呢旁邊的立委同僚聽到 馬文君在講的就是機敏的簡報內容 馬上把他傳出去嗎 據傳當時有國民黨立委在旁邊看到 他說不要啦不要啦不要這樣啦 不要這樣子啦 這樣瓜田裡下的 當時王定宇也說啦 我馬上阻止他這個通話行為 馬文君到底要幹什麼呢 那另外呢還有人爆出說 馬文君他有一個很厲害的執行長 楊國良 當時楊國良還施壓啦 說什麼這個逼空軍跟中科院選定 特定廠商巡偉來當通信系統 還說現在不只空軍 現在連這個海軍陸軍 大家通通都有接受到這樣的施壓嗎 現在還說很多這個軍方聽到俊維都會怕 俊維現在是刻在很多軍種心底的名字 怎麼突然有點浪漫 但是怎麼可以這樣施壓呢 當時甚至還傳出說 把這個空軍參謀長劉任遠叫到辦公室裡面 辱罵威脅凍結預算 好除了這些呢之外呢 今天包括正浩哥有再新的爆料了啦 也就是這個黃真輝 當初呢到底這有一次呢 跟這個德國向這個廠商簡報同行的 還有猶太的前客 郭喜跟他發生不快 這黃河也就是黃真輝還辭職不幹 後來呢還說這個郭喜 要給他的股權啊不到0.15% 於是兩個人決定拆禍 黃真輝就接任了荷蘭威爾頓造船廠的專案經理 好 質疑他呢在擔任這個荷蘭軍火商的專案經理的期間 當時工作內容就是來幫著荷蘭的軍火商定期打聽潛艦的製造進度 這就是另外一件的潛艦泄密案嗎 好 稍後正浩哥會幫我們補充這一塊 不過呢我們想要先問一下明潔哥老師啦 好 老師想跟你請教一下齁 這個馬文軍啊 包括這所謂的基敏會議當中啊 超超斜血 超超斜血 包括這個趙天靈就說了 很多人在會議裡面問的都是說 這個武器啊 這個裝備的係數 安全係數等等 可是馬文軍問的都是廠商 所以大家說為什麼你要問人 你為什麼要問廠商 到底是為了什麼 好 想問一下老師 在這裡面超超斜血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非常的敏感 是不是在採購過程當中有很多貓膩 好 這個其實我們過去長期在這個 國防外交委員會 那在這裡看這個備詢 那整個答詢過程其實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 其實剛剛週刊報導中間有幾段 我可以證實後面最後那一段有關 對於這個通訊系統這個部分 因為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 馬文軍二零零九年在當選之後 他一開始就進國安委員會 那國安委員會過去來講 如果以國民黨的一般來說 都是可能軍系立委居多 那時候國安委員會其實很冷門 沒人要去 連民進黨沒人要去 都是抽不到其他好的 才才發派到這一個國安委員會 那那時候他我們觀察就是說 他在質詢上面 我覺得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觀察這個外交國安委員會 那包含像陳委員長期 我們一般委員 如果要這個搶曝光來講 基本上會配合當天的議題 譬如說重大議題 譬如說共軍演習 對台灣有什麼威脅 那搶國安部長 國安局長 那搶前面幾個來問 那這個當然是有助於曝光 那第二類的委員大概就是說 他不曝光 但是他關心他選區一些陳情案 那包含像選區裡面 譬如說這個中南部 如果有一些訓練場地 或者是說出什麼意外 那可能幫這個官兵來陳情 或者是地方的這樣的一個利益來爭取 但是馬文具委員我過去觀察 我特別感覺到 當初比較微妙的是說 每次他上去這個質詢的時候 他一直關心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一個叫陸區案 陸區案就是這個叫做 陸區區域通信系統 那通常委員關切這些採購案 其實無可厚非 那你要監督嘛 預算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 都不斷地在同樣一個案子上面打轉 每一次排到他上去 大概都是問這個案子 那過去因為我們採訪新聞 我們是以新聞為主 所以前面這委員問比較重大議題 我們有新聞的可能後頭 我每次馬文君質詢 我大概都會去外面休息 因為沒什麼新聞性 那會覺得說只是覺得 有點奇怪 為什麼一直問這個案子 那當然從媒體的角度觀察 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可能是不是有些採購案 那外界有其他廠商關心 透過立委 那這個來關切軍方 所以我可以證實的是說 其實我們過去常常有耳聞 這一個三軍都有 這軍方的參謀長 因為到立法院都負責參謀長報告 被叫去辦公室 指責的質疑的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坦白講 這一次他被爆出來 這一個涉及可能泄密案 坦白講 軍方內部其實是積怨已久 也算是出口氣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可以證實 第二個有關這個保密切結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觀察覺得比較奇怪 他今天也出來嗆說 這保密切結其實如同廢紙一張 他說簽不簽我都是不能泄密啊 對 那奇怪了 那剛剛有提到說 不是要簽三份文件嗎 第一個簽到 第二個領取資料 第三個才是保密切結 那如果都是廢紙一張 前兩樣不是更是廢紙嗎 你為什麼要簽 他的這個重要性 可能都不如這個保密切結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到底他的一個動機是什麼 我覺得到現在是講不清楚的 那對於說泄密 大家外界認為說 他有泄密的這個嫌疑 如果說要泄密的話 我個人認為說兩種可能性 我們這當然未來檢調調查 但是外界指向的大概是兩個方向 第一個 因為2019年三次這個機密會員 那個時間點 我的觀察是這個潛艦國造案 其實那時候應該已經決標選商完畢 也就是說 你今天有其他的廠商是沒有辦法介入 那這時候如果要關切這個案子 你去譬如說洩漏一些訊息 給外界的廠商 他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你是事前決標前 當然是有助於廠商去 這個圍標 不能講圍標 這個投標 但是如果已經事後來講 可能沒有這樣效益 但沒有這樣效益的目的是什麼 非常有可能就是廠商 如果惡鬥的話 他有可能就是要破壞你這個案子 這是第一個 讓你首艘都見不了 但是如果不是要破壞第一艘 那因為後面還有第二艘到第八艘 有沒有可能是針對後面的案子 這兩種可能性 我覺得當然都不能排除 那當然這個部分 其實因為陳委員在場 我其實也很好奇就是說 他也參加過機密會議 機密會議 其實我們內部情況 我們媒體是不能進去 我們不了解 那當然我看到周端報道裡頭 委員引述的 我相信是這一個非常確實的內容 那陳委員參加過機密會議 其實我就很好奇 他有沒有簽保密切結 還有就是說 他怎麼看待 就是說今天保密切結 前兩樣都有簽 第三樣不簽 這樣的一個動機是什麼 其實令人費解 好所以我們看到這馬文君 一共有三個東西要簽 剛剛說到簽到表 領取表跟最後一張 他說簽不簽有什麼差嗎 他今天是怎麼解釋的 我們先來聽他怎麼解釋 開會簽到就已經附有保密的義務 即使不簽切結 其實我們都不會免責 那就這個部分如果非簽不可 當天主席是王定宇 他就會禁止我開會 他並沒有這麼做 那到了三四年以後 才不斷不斷的跳針 一直拿這個問題出來講 這樣的居心到底是什麼 他說這個我當時沒錢 我當時沒錢 可是王定宇還是讓我進去了 那現在你們又突然說我不簽 那你們是居心何在呢 想問一下水哥 在網路上面 我相信很多人 都在討論這件事 尤其年輕人對於洩密 賣國這件事情 大家現在是高度敏感的 那你可以接受馬文君 剛剛的說法嗎 他說這個簽不簽都 我都不能洩密 那我為什麼要簽 那很多人說 那也要反問你這一句 簽不簽都沒差 那你為什麼不簽 因為其實依照我們正常的習慣 就是我相信多數人 不論你認不認同這個 所簽署 他所帶來後面的意義 其實多數人都會配合 所有的這個行政流程 以不造成別人困擾為主 那講個最簡單嘛 那其他委員簽不簽 其他人都簽 為什麼你不簽 你背後的意圖 跟到底你的想法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接下來 希望所能夠得到的答案 但至少以剛才我們的影片當中 其實我們並沒有聽到馬文君委員 為此做出解釋 或者是讓一般的民眾 所能夠信服的理由 那其實現在網路上 大家更關心的是什麼 其實因為近期又有新的戰爭開打 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我們的身邊就有一個 樣樣大國不斷對著我們 是有一些不好的企圖 那今天的國防其實它所象徵的意義 就是我們的防衛能力嘛 今天你說以色列 他擁有非常高度密集的這個防空武器 可是為什麼他在這一次的事件裡面 依然受到了不小的這個傷害 其實就是由上到下 他們都沒有意識到說 啊這一件事情 它是有可能被發生的 甚至有可能配合一些 親他們這個相關政府的一些言論 可能說啊沒關係啦 大家不用太在意這件事 我們的武器很很足夠 或者說我們不需要花這麼多時間 甚至有人會說啊這個你有武器 所以別人就會來打你 這一些言論其實都在做什麼 說穿了就是弱化台灣的國防嘛 你們就試想一件事情 今天當台灣缺乏了自我保衛能力 當我們今天缺乏了當敵國入侵 我們的時候的反擊能力的時候 誰會最開心 絕對就是那個想要入侵我們的國家嘛 那為什麼我們常常在說 年底的選舉 我們大家好好投票 年底不是投投我們的總統就好 不是投投我們政黨票就好 每一個地區的區域立委 他未來進到立法院之後 不論是監督預算還是他對於任何的政策 他所牽扯到的層級都是國家最高的層級 不要覺得說啊今天一個難投投出了一個 馬文君立委啊哪怕他們區域投錯了 對我們不影響不是耶 今天我們所擔心的是什麼 他如果只是利益裡面輸送 或者是他基於接下來的這個潛天國造的相關的大筆 這個都只是其中一個層級 我們更擔心的是什麼 他會不會把這些資料外洩之後 造成我們未來如果真的有一天我們得要上戰場 要打仗的時候 我們的國軍會在第一時間 這一些資訊被敵國所掌握 甚至我們根本還沒有上到戰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被削弱了 這才是現在普羅大眾的民眾所關心的 所以其實還在跟我們糾結什麼啊 這樣只是張廢子我們不切沒關係 沒有民眾關心也不是這個 民眾想要關心的是 今天一個立法委員他的職責是什麼 他應該是要能夠為人民爭取福祉 應該要能夠為國家做好這些法官 而不是把這些東西去外洩 那這件事情所造成的嚴重就很高了 好所以我們就要問一下委員 委員你看到馬文軍過去啊 曾經說了一些話 讓大家覺得說 你到底有沒有這個增加我們國防實力的決心呢 他曾經說已經進行十年二十年了 所以不急在這一兩年嘛 另外來說拿中共打壓來說 那個是多餘的 如果要打壓後早就打壓了啦 這個是所有國民黨的立委 你們的共同的共識嗎 另外還有剛剛所說的 剛剛這個民潔哥有問嘛 包括這所謂的保密協議 既然你就是沒什麼 那為什麼不簽呢 首先針對國家安全的機密 如果有任何外洩的嫌疑 或者說是有任何會影響到國家安全的 司法單位好好的來查 這都是應該的 不管是任何的黨派 不管是任何的角色 行政官員 立法委員一般民眾 這個都必須要在國家安全 高度重視的情況下來查 我相信馬雲軍委員 他也會用最開放的信息來面對 任何如果說要查的話 他也會這樣來面對 但是呢我必須要說這件事情的本身 有很多這種可以說是插曲 而且沒有意義的事情 譬如說就像這一個 這一個所謂的馬雲軍委員 拒簽的這一個所謂的保密協議 他並不是每一次機密會議都有 老實說我參加外交及國安委員會 這麼多這麼久 我自己本身也擔任過召集委員 主持過機密會議 沒有每一次會議都有這個東西 我以前還是總統府的發言人 國防在這個國安會裡面開的 有機密等級 集機密等級的會議 開的不知道多少次 也都不見得有這種東西 但是是不是我們就不用保密 不是耶 身為國家機密 你今天有這個職權 知道國家機密 你就有保密之責任 保護國家機密不是個人權利 保護國家機密 是你對國家的忠誠義務 簽不簽都要保密啦 換言之這個東西不是每次都有 那為什麼那次會議會跑出來 我也不曉得 是因為你王定宇委員當招委 你才要弄這個東西出來簽嗎 我也不曉得 所以今天簽不簽 真的並不是說 這個意義之所在 今天只要你有這個資格 坐在裡面機密會議 你有這個職權 來聽到國家的機密 你就有保護他的必要 而也都受到國家機密保護法 的規範 那首先是這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不要忘了這件事情的 背後的本身 不是馬文君引起這件事的 是黃曙光耶 你黃曙光今天 以國安諮詢委員的身份 不是一個正式的行政職 那是居然領導一個潛艦小組的召集人 有權無責 還不需要面對國會的監督 然後自己在外面亂放話 當初說潛艦國造要提早下水 就是你在對大學裡面演講的時候 跑出來了 我說這個行為都還要追究 你有沒有洩密 今天身為一個國安會諮詢委員 憑什麼在對學校學生演講的時候 把潛艦九月要提早下水的事情 把它洩漏出來 而不是三軍統帥公開的對國人來宣示 這個本身就有問題 再來這個一池春水是你吹咒的 為什麼今天你說有立委一直在搞 那今天我們大家關心的是說 這個背後有沒有弊案有沒有問題 那你既然是你這個潛艦小組 超級人你說有立委一直搞 是誰你說出來 為什麼不是你說出來 是郭喜在講是馬文君 為什麼不是你黃曙光在講說是馬文君 既然你覺得他有問題 你把他說出來 所以說這個問題的本身問題在這邊 回過頭來問黃曙光 到底是誰嘛 你講清楚我們在那邊猜半天 再來你說洩密 洩密老實說今天 這個立法院裡面 擔任招委洩密 我覺得基本上 王定寅自己也是大嘴巴 為什麼 你自己召開這個潛艦會議之後 你自己馬上就在臉書上面公佈 潛艦尾舵的構型 還幾點零版 一點零 二點零 三點零都不一樣 你還自己公佈三點零版 機密會議的內容 不要說國防部有沒有核定 是不是機密 你自己本身就不應該在機密會議的會後 然後把這樣的秘密說出去 這個本身就是違反機密會議的規定 換言之今天到底有沒有洩密 這些很多都可以查 我認為這件事情的最後本身 回到黃曙光 回到前線小組 回到到底背後有沒有弊案 回到到底這個背後有沒有洩密 應該從黃曙光開始 包括今天在戰鬥欄的這個記者會上面 我們所有藍營的小雞 韓國瑜 趙瑟康 他都說馬文鈞加油 所以大家通常撩下去 就是要提馬文鈞到底 不過呢 我們稍後要請正浩哥幫我們補充的是 現在還有另外一起的潛艦的洩密案嗎 怎麼連荷蘭在裡面都有角色呢 先進廣告 稍後請正浩哥幫我們補充 那個有 高鴻安那個有進度嗎 剛剛那個 他們剛剛的回報很好笑 他們說今天高鴻安正在裡面 直接進行真點真理 法官忘記問是否認罪 高鴻安等一下會自己講 對 在外頭 他說今天應該會開很久 所以 門口 應該時間上會來不及 那個門口 對 因為 高鴻安正好像準備非常多資料 可能要一點一點去整 所以 他也是蠻有勇氣 他到現在他還是堅決 用高鴻安靜我自己講 用高鴻安靜我自己講 他 嗯 喔 OK OK 應該是他們說 目前最新是高鴻安 帶了兩大箱資料 所以現在法官他們要 對 所以他們現在要趕快先整理那些 後面才能讓高鴻安講 所以可能要再延後 高鴻安自白要再等一下 因為他帶很多資料 應該就是不認罪啦 就是 那看來應該就是明天又要再繼續高鴻安了 對啊 現在說考我們這個司法 看起來就是明天要繼續了 然後馬文君考我軍事 高鴻安考我司法 我真的很 真的是不簡單耶 身為一個主持人 真的是 什麼領域都要 其實我覺得軍事更可怕一點 我都聽過懂 沒關係我們邀請專業來賓來分享一下 等一下再聽明杰哥幫我們分享 等一下講以色列 謝謝謝謝 那高鴻安今天這一題應該聊不到 應該來 今天戰爭感覺也 可能只能提一下而已 好 那德哥 我們高鴻安如果沒東西 我們就先Pass囉 我們這個手板明天再用嘛 就是 對啊 OK 欸哥你的傘 對啊 好 針對國民黨立委馬文君的泄密案呢 我們在先前這個我們包括正浩哥 還有這個吳承恩他們在連假期間 已經到高檢署來告發了 那高檢署呢 先前是依他自案來進行調查 那預計在今天下午 最快會完成分案程序 就會將馬文君列為被告 那這件事情對選情會有什麼樣影響呢 等一下先來討論 好不過呢我要先問問正浩哥的事情 你今天要揭露的是更多的東西 你今天又有這個軍事大秘寶了 又有這個潛艦的泄密案 幫我們講一下為什麼現在 連荷蘭都有角色 對我先把整件故事慢慢把它拼湊起來 要回到剛剛談的這個馬文君拒簽這個泄密 這個保密條條條 保密條什麼保密條約 條約條款 之類的 我覺得坦白講 對啦我覺得以信哥說的對 簽不簽都要保密 對不對 可是就是主持人說 那幹嘛不簽呢 對啊 對啊幹嘛不簽 簽的名會死掉嗎 就三秒的事啊 很難嗎 對啊 以信哥你有簽對不對 我那次還不是立委 你中間過程中 你都有遇過這種嗎 應該都有簽吧 我主持機密會議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這個文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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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他簽的委員 包含這個那時候屢林在裡面嘛 對不對 江啟臣在裡面嘛 對不對 為什麼江啟臣要簽 你馬上就不用簽 對不對 這就是起人疑鬥的地方嘛 因為我們在政治上 談一些政治上的效應 司法歸司法 政治歸政治 在政治上很多效應 都是點點滴滴的 印象分數累積嘛 比如說明明不能帶手機 為什麼只有你帶手機 明明要簽 為什麼你不用簽 明明不可以打電話 為什麼你可以打電話 明明大家都好好在發位 為什麼你要躲到查詢簽 躲到查詢簽 有國軍去看你幹嘛的時候 你還吹別人 對不對 對不對 這都不對嘛 就是點點滴滴都會累積 馬文軍 或者是整個國民黨 在立法院的公信力 這一件事 那當然馬文軍會不會被坐牢 會不會被關 坦白講 因為我跟吳哲已經去告了 我把這說錄音檔 馬文軍自己講錄音檔給韓國 他錄音檔大家都有一份 我這邊有一份 我整份給檢察官嘛 讓檢察官來認定 所以當然法律的部分 因為馬文軍是之後要去面對的嗎 可是現在有新的東西 來要面對 就是第二個大秘寶 第二個洩密案 他叫做黃真輝 因為馬文軍跟黃真輝過去的言論 以及最近的言論都很奇怪 你去看馬文軍過去 尤其在2018年前後的質詢 都在質疑英國的居友公司很爛 然後建議荷蘭有一家軍火商還不錯 這個白紙黑字都有 我明天再把這個質詢的過程中公布 這都有 黃真輝也是 從四五年前開始上各大節目的時候 都說居友很爛 他說有個荷蘭的公司很好 然後上週五的時候 上友台節目的時候 公開講荷蘭的公司很好 大家就會問 黃真輝跟荷蘭的軍火商什麼關係 好 那其實這兩天呢 在各大政論節目 這張名片都已經被公布了 就是黃真輝代表荷蘭的威爾頓公司 當台灣的什麼PM 專案經理 那這張名片其實都有被公布 可是事實上我也必須持平而論 退休的軍人去幫任何一家軍火商去工作 這無所謂 你不要犯法 都叫做學有所藏對不對 這坦白講本來就是這樣嘛 你軍火商要找顧問 你當然找退休軍人啊對不對 你還不能找運動員嗎 不可能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不是問題 真的問題是什麼 黃真輝這個人大嘴巴到 他把他的工作內容寫在他的部落格 叫做百度黃河上面 當然黃真輝現在已經三文了 現在已經三文 三文 找不到 標有三色反母黑標籤還張 but有神人把他備份 but有神人把他還原 而且交給我 所以這邊文章內容是什麼呢 黃真輝自成 在離開國喜公司三年後 去年年中是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打便服場 找我當專案經理這沒問題 沒有薪水 但是事成後分擁 什麼叫事成 事成就是說 搶到潛艦標案後分擁 這叫做對價關係 有擁金 那工作內容呢 我不認為這個工作內容 在任何一個人眼裡是對的 或許你懷疑可能沒有薪水嗎 這工作完全不必上班 唯一要做的事情是 幾個月才需要到海發中心打聽一下進度 事情少到無法再少 推掉說不幹 沒道理 我想問 他真的好直白 任何一個人可以接受 我們退休的將官 跑去當外國的軍火商的顧問 或是PM 然後他的工作內容是 每幾個月去海發中心打聽 潛艦發展的進度 然後再回報給外國的軍火商 這不是洩密什麼叫洩密 他不是在機密等級要軍方認定 你把拜託 海發中心網站上 登錄不到的東西都叫機密 如果海發中心網上登錄得到 軍火商需要PIN的黃針 會去幫他要資料嗎 對不對 我講這段時間 你拿個手機走去清錢缸 你拍張照 你的手機就會被沒收 沒錯 李謙榮找來他兄弟朋友 去拍張阿帕器前面的這個 所謂的儀錶板 多少人掉烏紗帽 國軍的機密等級很清楚 網站上沒有的都是洩密 網站上有的有可能洩密 去年七年日報 不小心拍一張我們雷達車 去媽祖的照片 七年日報社長下台 網站上有都不見得不是機密了 所以黃針慧這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新的大祕寶 犯罪供詞在這邊 我考慮一下看最近有沒有 請吳征帶領我們 再去告一下黃針慧 再去告一下再去告一下這一塊 這一塊 另外一件事 先看懂整個事情了吧 對 馬文軍 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 極度關注GL公司 英國的公司 到底合不合格 然後在質詢的時候 推薦荷蘭的軍火商 馬文軍的軍事顧問黃針慧 左手當馬文軍的軍事顧問 右手當荷蘭軍火商的PM 然後透過荷蘭軍火商或者是馬文軍的關係 或是自己老部署的關係 每個月或每幾個月到海發中心打聽進展 回報給荷蘭軍火商 這是以馬文軍為首的泄密集團 所以這東西我坦白講 我真的會找時間去告黃針慧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接受我們軍人這樣搞的 更黃了201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剛確定GL公司 選上完了沒有錯 剛明天哥講對 但已經確定是GL公司 可是馬文軍或是一些有心人士 不斷在媒體或在立法院 不斷的背個GL公司的過程的時候 關鍵敏感點嘛 這些東西難道沒有問題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啦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弊案原因 就來自於是黃曙光講的 有某些立委因為迎頭小力一直在搞 為什麼是迎頭小力 你知道英國GL公司 拿這個案子多少錢嗎 6億而已喔 六億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或是以我們國際來說是非常小的案子喔 你就算有回饋 在黃曙光眼裡也是非常小的回饋金喔 有沒有我不知道 但就算有也是很小喔 可是你為了搶這六億案子 可是GL公司事後給了台灣 多少輸出許可你知道嗎 五十張 我們整個潛艦大概一百零幾張 GL公司給了輸出許可 總金額是一百四十三億台幣 我們潛艦第一艘大概花四五百億喔 他就佔了三分之一強 或者說GL公司這東西不能退讓的 是包含英國在內好幾個國家的輸出許可 是透過GL公司繞一圈給台灣的嘛 那這個不能退嘛 他只有六億而已 他不能退 他是關鍵的輸出許可商嘛 然後馬王軍這樣搞 所以黃曙光後面才會講嘛 那當然現在戰鬥欄門主張調查黃曙光 我完全支持 因為黃曙光如果有問題 當然把他抓出來 可是就算黃曙光有問題 就算郭喜是壞人 就算GL是爛公司 就算王定宇是大嘴巴 代表馬文軍沒泄密嗎 這是完全不同的命題耶 這是完全不同的命題 所以我聚焦在談馬文軍事情的時候 就是要把這件事情去釐清 讓大家來判斷 讓大家來認知 你不要以為明年一月十三投這張選票 就是選一個立委幫你處理 燈量入坪水溝清的 你選出立委是可以在立法院拒簽保密協議的 你選的立委是在國防部 或眼皮子底下敢打電話的 你選的立委是可以把台灣潛艦的錄音檔交給外國公司的 你選的立委的軍事顧問 是定期幫外國軍火商到台灣的海發中心打聽潛艦進度的 明年一月十三如果有更多馬文軍的話 我認為我們二到七艘潛艦很難會過關 這是很關鍵很關鍵的議題 好所以想問一下這個委員 現在大家都說票投國民黨潛艦勝一艘 尤其剛剛以吳征為首的揭秘集團 現在持續要抓的是以馬文軍為首的揭秘集團 你怎麼看包括他剛剛提到的這個黃針輝這件事情 首先任何跟國家安全機密有關 有洩密之餘都應該要來仔細的偵辦 這個是絕對這個不能夠退讓的一個原則 那至於今天這個馬文軍委員是不是涉及洩密 這個可以讓司法機關來偵辦 但是今天這整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回到潛艦的這個整個的建造的這個流程 跟國會監督的這個流程 現在我們看到最大的一個問題就在於說 今天潛艦的監督跟建造 既然是在國安會用諮詢委員的方式來召集 然後來行使這樣的一個潛艦製造的一個 行政上面的一個權力 他沒有辦法受到國會的監督 你擺在總統府裡面用國安會諮詢委員來召集 我請問你國安會諮詢委員是怎麼樣去指揮海軍 是怎麼樣去指揮國防部 三木總長他怎麼指揮 你今天三軍統帥怎麼用這種方式在建造潛艦 然後現在你這樣的一個國安會諮詢委員 然後在監督潛艦的製造 然後在外面放話說有立法委員在亂搞 然後現在我們要揪你問你到底哪個立法委員 找不到你耶 我們按照立法院職權沒有辦法把你叫出來耶 今天按照立法院職權要叫這個國安會諮詢委員 到立法院備詢 一慣例是不用來的耶 所以你躲在這樣的一個憲法職權的背後 為什麼 今天難道這件事情不值得你對國人說清楚講明白 一定要讓鄭浩讓這個吳征去外面這樣子來講嗎 你為什麼黃曙光不能夠自己站出來 對國人講清楚呢 我們今天立法院職可以正式的邀請你來啊 你堂堂正正告訴我們是哪一個立委 台下是哪一個立委 如果是馬文鈞他怎麼做你說 如果不是馬文鈞那更嚴重了 是誰你把它說出來嘛 為什麼讓我們大家有這麼大的謎團 國人所有人都在看都在問 難道不值得你黃曙光站出來嗎 蔡英文總統你在哪裡 你的國安會諮詢委員 為什麼弄出這麼大的一個案子來 你躲在後面不講話 你們在幹什麼 所以我說今天這件事情 不是在抓這些引頭小力 抓這些洩密 老實說立法委員的這個會議裡面 不會有太多的機密 我們自己在總統府待過 國安會都待過 我們知道什麼是國家機密 在這個裡面其實都已經刪減過了 你要洩密其實老實說 但是我必須要說就是說 重點是這個事情的背後 是涉及我們的潛艦 潛艦國造既然是我們的政策 怎麼樣造出一條安全的潛艦 然後而且是有戰力的潛艦 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現在第一條原型艦到目前為止 這麼多的狀況 然後現在國防部他在這個預算上面 又要做一些投機摸狗的動作 表示說在明年他們只要能夠 國防部有這個核定的緊急需要 馬上可以動用預備金 然後來支應 大家就覺得你在幹什麼 我們明明有這個預算法 明明你今天國防有緊急需要的時候 可以透過特別預算的方式 來籌募經費 你怎麼又要搞這個低預備金 的方式來做 你是要暗藏什麼樣的一個頭先洗下去 後面都沒有辦法反悔的一些 這些支出嗎 跟潛艦會不會有關係 甚至有人在問啊 所以說這個背後有太多的貓膩 讓大家覺得說到底問題在什麼地方 黃曙光趕快站出來 蔡英文總統叫你的黃曙光 國安會諮詢出來對國人講清楚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呢 我們要帶大家看到是高鴻安出庭的 最新情況 小早他的自白呢 是親說是全部推給了小兔主任 強調這些都跟他無關嗎 另外還有尾巴衝突的最新戰況 稍後我們要來為您分析先進廣告 這個最小彈到養了 holes些去死 不會是本案的重點 不知道它才是關鍵 你沒有把握把黃曙光 打到壁 不是 我告訴你 你今天一在講洩密 老實說洩密是資格範 沒有擁有秘密的人 是沒有資格洩密的 我懂你最都是幫助犯 你懂嗎 你們再怎麼打這些人 他這個都是側面 他們沒有什麼秘密 其實你就是他們不要查 沒有必要長臉 我要站出來就好了 為什麼他今天放了一個 這個東西去咬人家 明潔哥不好意思 你懂嗎 而且我告訴你 剛好在那邊 短臉一點點就麻煩你 幫我們 皮質不對 你們就盡零索的那邊講 就是說你為什麼 國安會諮詢我們去領導 我是施暢 我騙的 寶寶不好意思 讓你休息 你們就臭罵他 可是馬王軍的事情還行 還行 我當然可以 不要了 不要了 我的意思 重點的關鍵是在於 就是說黃曙光 他今天 既然他說人家在弄 不是 事實不是臭罵 要把事實講出來 還有再來就是說體制 不應該讓一個諮詢委員 去領導潛艦小組 這不是八年前 那個黃曙光他這個案子 他以前是參謀總長 海軍司令任內開始就推 對啊 所以他現在是後頭 那可是後頭變到諮詢委員會去了 我跟你講檢調他應該也會 他應該也會約談 就會傳黃曙 一定會傳他 他一定會傳他 不是因為我 不過坦白講 我今天看到你們開街頭 我是真的不懂這個戰略高度在哪 因為他會覺得說這非本案啊 還是說你們有實錘證據 黃曙光做了什麼事情 今天就不是黃曙光講那個話 大家怎麼會去追出這些事情 對啊 所以他為什麼講的話 背後 比如說你們有個黃曙光泄密的 或黃曙光貪污的 對 你們有個具體的東西講出來 那你才一刀佩命啊 你這扯黃曙光才合理啊 對啊 那如果黃曙光出來 黃曙光說蔡英文任命 那你又叫蔡英文來備詢 因為他有這個權利 好 回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要來關心國際的重大情勢 也就是以色列 以及這個巴勒斯坦的武裝分子哈馬斯 現在雙方的戰況是相當的激烈 先想要問一下明杰哥 因為包括哈馬斯現在下了最後通牒 預告說還要血洗以色列 還要有第二波 說還警告以色列南方邊境的居民 趕快離開 因為接下來恐怕又會有下一波的攻擊 另外讓大家覺得觸目驚心的是 以色列南方現在被發現了 有40具的嬰兒屍體 有一些嬰兒是被斬首的情況 大家覺得是非常非常的殘忍 不過當然啦 現在大家說以色列 跟哈馬斯之間 他們軍力其實不太相等 很多人還擔心的是說 加薩地區會不會整個被殲滅 會濫殺無辜 想要跟你請教的是 目前的戰況如何 而且接下來會怎麼 情勢會怎麼走 我們簡單講一下 現在目前最新的發展 就是說這個以色列 軍方公佈的以色列死亡人數 已經攀升到一千兩百人 那可能還有更多 因為有些是失蹤 那傷超過三千人以上 那一百五十個人被俘 那在這個加薩走廊 當然連日 他這個以色列發動這個鐵劍行動 空襲 那這個加薩也死了大概九百人 那另外以色列軍方也講到說 在這個以色列南部 就是說這個哈馬斯 他突襲的過程中 有一千五百人被擊斃 所以這死亡人數 可能會達數千人之多 那這個已經直逼一九七三年 淑罪日戰爭 那時候是正式戰爭開打 不是像他這恐怖攻擊的突襲 所以這是五十年來 以色列等於說死傷最慘重的一次 所以號稱說是這個招薩薩衛伊 不是 珍珠港突襲或九一事件 那現在基本上四十八小時以內 以色列第一個 一開始是有點情報誤判 就是說認為說加薩現在應該不是威脅的來源 雖然他們都知道哈馬斯在做一些攻擊的演練 但是他們認為說雙方關係應該有緩和 而且把整個重心放到約旦和西岸 那所以重兵其實有掉到約旦和西岸 才會讓這一次突襲的過程 連以色列國防軍反應都有點慢 不過接下來四十八小時 其實他做非常多事 二十四小時內 那個就通過這一個進入戰爭準備狀態 那對哈馬斯宣戰 那接下來其實很快 後備動員你看四八小時 昨天說是有三十萬人 後來已經現在已經到三十六萬人 而這只是後備部隊 他有正規部隊十七點六萬 將近五十萬大軍 好 接下來怎麼做 以色列國防部長已經說 他們已經等於說撤除所有 這個戰爭攻擊的相關的規定 換句話說準備要放手一搏 那等於埃及有相關的情報官員透露說 這一個納坦亞胡 已經跟埃及打過招呼 說他們可能接下來會進行數個月的陣地 進行地面攻擊 那會不會把整個交叉走廊給摧毀 我覺得目前來講 比較麻煩的就是因為這個哈馬斯手上有人質 而且這些人質 可能是多國的人質 不是只有這個以色列人 那這個人質的部分 可能會作為人肉盾牌 那這也是哈馬斯 這一次為什麼發動突襲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他過去其實有非常多 這攻擊的目的背後 都是為了換服 因為這一個基本上來講 可能這個巴勒斯坦還有大概五千多人的俘虜 在以色列手上 所以有可能第一個先逼迫換服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現在如果要搶救人質 其實非常困難 因為加薩佐郎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這個城鎮站 那場地在哪裡其實很難發現 雖然現在透過空襲 其實已經把他主要兩個哈馬斯的領導人 包含像辛瓦爾 這兩有兩位已經產除掉 但是現在比較麻煩的 有一個重要的主使者叫做戴夫 他就號稱這一個哈馬斯的 這個九命貓 獨眼龍 那被暗殺五次都沒死 現在只剩下一隻戈壁 那幕後指揮 二零一四年之後 也再沒有曝光過 所以要先把哈馬斯的首領 這一次有六位參與 先把他全部剷除掉 接下來當然第二階段 搶救人質 那搶救人質 大軍可能不會直接開進去 可能會以這個特攻的方式 特戰的方式 可能結合包含像美國現在傳出說 雖然他不直接派兵 指派這個伏特級的航母 那主要在震懾周邊 嚇阻這個伊朗其他的蠢洞 但是實際上特戰搶救 非常有可能 我認為美軍包含像海豹部隊 或三角洲部隊都有可能出動 好 所以大家看到的是說 接下來的情勢 恐怕沒有那麼快要結束 因為包括哈馬斯說 你再詐我一次 我就處決你一名人質 但是以色列可以接受 這樣子的談判方式嗎 包括以色列的軍方也直接說了 你殺害俘虜是無際於是的 哈馬斯你要心知肚明 那大家就很擔心接下來戰事要擴大 那我們想要問一下鄭浩哥是說 背後的勢力到底是誰 因為呢 包括這個哈馬斯背後 有人說說包括伊朗啊 也有加入相關的攻擊 還有這個車程的領導人 也說我們都支持巴勒斯坦 那另外呢 甚至還有這個烏克蘭呢 現在他們還有人說啊 是普丁拿武器給哈馬斯打仗 那包括中國的態度 中國說我們支持兩國 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等等 那大家背後就說 哈馬斯的這個攻擊 好像不是單純一個武裝份子的攻擊 這背後是有大國的角力 那在這件事情當中 又給予我們台灣什麼樣的啟示 對我覺得問題越來越難了 從潛艦聊到哈馬斯 聊到巴勒斯坦 通告費不好賺 不好賺 其實確實啊 以色列這個東西 讓很多人家都在 大家都在關注啊 第一個關注的事情是這個 到底以色列情報系統 為什麼會失靈 有人糾正我說 其實不是失靈 是都有關注到 只是以色列的領導階層 不願意相信哈馬斯會對以色列 產生攻擊 他狀況是這樣 他其實做非常非常 縝密的這個推斷 那現在越來越多情報被釋出 第一件事情是哈馬斯在攻擊 以色列之前 背後確實有伊朗的影子在協助 而且呢 目前看到的情報是說 大概每兩週 伊朗的高官就會跟哈馬斯的 主要的負責人 在尼巴勒這邊去做開會 開會過程中 包含協調陸海空三軍的攻擊 三方面啊 沒有到三軍啊 陸海空三方面的攻擊 包含呢 這個伊朗為了要全力協助哈馬斯 把他跟阿拉伯的戰線 暫時穩住 騰出手來協助他 然後呢 包含呢 在過程中 哈馬斯為了要去做這個攻擊 你仔細看這個攻擊 是非常縝密的 他陸海空重拾三個 陸當然就是說 這個火箭彈 還有說的吉普車 長驅止入 空視他們去做那個 類似這種自動滑翔翼 然後飛過這個邊境中的鐵網 然後直接去搶佔高地之後 讓陸軍可以長驅止入 海視聽說他們有派燒船 去攻擊以色列的這個船 這是很複雜的複合性攻擊 呃 哈馬斯為了要去練這個複雜性的攻擊 是甚至做了一比一的模擬場 讓哈馬斯的士兵去練習 練習的過程 哈馬斯的士兵都不知道自己幹嘛 就只知道我們要練這件事 當天攻擊才知道他要去打以色列 這一塊 另外給以色列也關注到這件事情 可是哈馬斯的過程中 不斷跟以色列說 釋出善意 說我們其實不想打仗 我們這個也覺得油太人沒毛病 我們只關注在我們加薩走廊居民的工作機會 以色列為止發了好幾千張工作簽證給哈馬斯 就是他加薩走廊居民啊 所以當以色列情報機構發現哈馬斯在動作的時候 他們上層都主觀地判斷說沒事沒事 他們是想要彈劾的沒事 所以才會造就今天的狀況嘛 造成今天狀況之後以色列個性 當然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嘛 以色列現在後輩招募了三十六萬人嘛 所以現在有可能在中東變成一個新的大型戰場嘛 美國人才擔心嘛 所以派福特浩去 福特浩去不是支持以色列 福特浩是去怕以色列打太兇 把揪到所有國家都打掉 所以這件事情呢 其實當然我們在關注說 希望可以變成一個小規模可控制的戰爭 而不要變無限戰爭 好包括現在很包括證號哥講答 現在很擔心的是以色列軍力這麼強 會不會最後殺紅顏呢 另外這件事情又帶給台灣什麼樣的啟示呢 廣告之後繼續討論 什麼都能講耶 什麼都能講耶 什麼都能講 欸 你剛剛講那些 你說看很多資料的耶 輕鬆啦 跟明傑哥學一下 明傑哥謝謝 辛苦了 辛苦了 你們想要嗎 他又準備好我們就連囉 好啊 那如果要連 那就等一下把他連掉吧 我等一下短丟給他就連掉 我後面都在休息 那就讓他三分 那就兩分鐘連完 連完爽 我今天難得可以這樣 對啊 沒有 因為他回我一分鐘也沒有意義 你懂我意思嗎 先讓他在那邊看戲 就把他連完 欸 那我們大家休息吧 他要連線了 喔 那我們就直接連線到 對 我們就大家把他看完吧 免得他等一下要突然丟回來 免得他訊號不好 喔喔喔喔 那我們最後會有機會可以刷土城早安嗎 呵呵呵 否認犯罪了嗎 好 OK 喔 好 對嘛 就是否認 那這其實就跟他 跟他之前的論述期是一樣的 呃 我覺得就 因為我覺得他也很難控制 你就丟了 然後就直接廣告刷 讓他離開吧 你們覺得咧 然後再讓 或者是他們下一段主播 要不要繼續連 我都可以 大家不要再說我薪水小偷啦 沒有 大家不要怪保證 因為有時候這種軍事的東西 我們女生發揮真的就比較難發揮 我如果講的話 就會比較騙宗教沉默一點 哈哈哈 對 他懂得是 也行 對啊 你是基督徒嗎 是基督徒 對啊 所以我大概知道 他們有恩怨 現在你怎麼樣 那猶太人跟阿拉伯戰爭 基督徒要來拆一腳是不是 沒有啦 這宗教恩怨大概兩句 要把這次搞更複雜 已經不是一時半刻的事情了 你們有分什麼新約什麼什麼 耶 基督徒比較偏新約 他們偏舊約啦 猶太人他們比較偏舊約 回來我們節目現場 馬上要帶您看到的是高宏安 今天出庭稍找最新的訊息是 他不認罪 好 我們聽一下 我們現場旁聽的記者 聽到了些什麼 好 請說 今天下午兩點半在北院開庭 那目前還在開庭當中 跟著我們了解呢 他是否認犯罪的 我們請律師帶我們來了解 庭內的罪行狀況 好 今天北院最主要是 開始準備程序 但是剛剛的過程看到說 法官是對這個 徵典整理來做進行 也就是說 對於起訴書所載的這個事實 被告到底哪些是承認還是否認 必須馬上現場做一個表示 如果否認的話必須說出理由 那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高宏安所提出來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今天這個零用金的這個制度 最主要是聽從他的一個助理 叫黃慧文的建議 那他因為之前黃慧文非常有經驗 在其他的這個立委的這邊 有做過助理 所以提供了一個這樣的制度 那黃慧文提供這個建議之後呢 就完全是由黃慧文在做處理 也就是說高宏安跟其他助理 其實都沒有直接的聯繫 他的薪資到底是多少 他到底要提供多少的錢 在不管是捐出來還是繳回 都不清楚 那第二個就是在於說 今天高宏安他並不是在講說 我們約定了一個多少的薪資 但是這個約定的薪資 是一個彈性的 也就是說這個彈性薪資是由立委 可以每個月按照他的這個 工作的程度跟他的這個貢獻 來做這個浮動 那一開始起初書所寫的這個薪資 其實是一開始所談的希望薪資 所以並沒有一個比較基準的比較點 去看看到底多領的薪資 跟實際薪資是多少 這個差距就變得比較模糊 那再來就是高宏安認為說 這些助理是談好之後 由黃慧文跟這些助理去談 是不是必須要希望他們自願的捐款 那如果是用捐款的話 就變成說我只要一開始同意你 給你多少薪資 這些薪資撥到你的帳戶以後 那就是助理的錢了 那助理之後他的錢要拿去吃喝玩樂 要拿去用在捐款上面回捐回去 那是每個助理的自由 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管得到 所以高宏安監最主要是用捐款的方式 他並沒有 謝謝你們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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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